李昌玉断的案子甚至能改写美国的历史 有人说这有点夸张了吧 能到这程度吗 你听我跟你说说他破这些案子 你就知道李昌玉他的影响有多大 再随便说几个 1993年有这么一天 李昌玉在家里面突然接到了白宫那边打的电话 白宫就美国政府给他打电话 干嘛呢 说李博士 李昌玉是康殿狄格州刑事剑事中心的主任 就跟我们现在某个什么司法监警所 私人侦探所和这个类似 就属于那个非官方的 但是协助官方破一些案子的这样的机构 李昌玉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这白宫给他打电话 说李博士请你过来一趟 干嘛呢 我们这有个案子 连FBI都弄不了了 FBI是什么 咱不少朋友看过 好利物片都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谢谢大家 发生了 我 见不得地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3年克林顿刚当了总统不长时间 朝野上下有喜欢他的 有不喜欢他的 有支持他 有不支持他的 这个事一旦处理不好 那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美国政府 他的执政 甚至改写美国的历史 因为美国总统 我们知道美国的长度人 这不一般 所以李昌玉到这来一看是这么个案 他也感到挠头 不好弄 事关重大 而且李昌玉觉得这个案子呢 特别特别棘手 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案子政治性太强了 弄不好克林顿呢 总统的做还没等污热了 就得被碾下去 而且这要被碾下去 美国整个上上下下 这么些年当总统 除了肯定 中间被刺杀了 这是个意外 另外就是尼克松 因为水门事件辞职 反正你中间要任总统 要下台了 不干嘛任期了 可以说美国方面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飞乱了 所以这个案子 干系重大 他觉得不好弄 第二个呢 他感到很生气 你早跟我说 你让我第一时间 能够赶到案发现场 我看看这个人死的时候 状态是什么样 结果李昌玉来的时候 这现场已经让美国联邦调查局 还有些警察 都给破坏差不多了 又取证了这么那么 把现场给破坏了 咱们有不少朋友 看过些办案篇知道 保护案发现场 第一案发现场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这个给破坏了 好多证据就无从找到了 说李昌玉对这个也很不满 你早告诉我 让我早来 但是这个案子呢 他既然接了 他就得尽职尽责的琢磨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经过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调查 李昌玉拿出一个 二百多页的调查报告 说这个文森福斯特是自杀 很多人看了这调查报告都服了 说这李昌玉真厉害 无懈可击这个报告 当然这个中间经过很多波折 什么波折呢 李昌玉是怎么判断 这福斯特是自杀的呢 福斯特死的时候呢 是枪伸到他嘴里边 这里面是找到我们的 所长和人物表面 就在你身边 没关系 他都不见在那里 这边是第二个文字 看到您的 最后能够消责了 frozen 你 我 我们摔得挺老远的地方 他要自杀的话 刨一枪完事了 那眼睛怎么扔那么老远的 是不是有人之前跟他搏斗过 这是他杀的 李昌一琢磨快点试 他试了几回 就做了个模型样板 就这种方式 枪打进去 有可能 这个爆发力 造成死者的眼镜会 被震出去多远 他试了多少回 根据这个角度 发现完全有可能震出去 那么震出去了 可有一样 这个眼镜是必然得摘上死者的线线 如果他要自杀的话 一定会是这情况 所以赶紧找那眼镜 现场肯定有收集物证的 赶紧找 这上应该有线线 可找那眼镜李昌玉啥呢 刚就就是那没写 再一调查 可把他起怀了 怎么的 联邦调查局有个警察 在第一现场发现这眼镜的时候呢 他想取眼镜上一个指纹 结果他粗织大业 没戴手套 眼镜上的指纹 跟自己的指纹毁一块了 整不出来了 他怕上司罢他无能 就搁水也被眼镜洗了一件 就把自己指纹也洗掉了 你说就这么一个细节 毁坏了多重要一个证据 他又把李昌玉气了 这多么重要的证据 但是李昌玉没有灰心 他把这眼镜拿回去 他发现呢 那个警察呀 真是干啥都不专业 连洗眼镜都没洗干净 怎么的 我们这戴着眼镜都知道 这是眼镜片吗 下边这眼镜棱 这不有个槽吗 他这个水虽然冲洗眼镜片了 眼镜片上有那个死者的鲜血 他冲到这里边这缝这 他并没有擦干 从这里边 他摘出来 死者的一点点的鲜血流下的粉末 然后就根据这个 做DNA对比 发现确实是死者本人的鲜血 通过这一关 这才证实了福斯特 他根据这种现状 倒地的姿势 还有这一枪开的 证明他是自杀 而且找到了福斯特 生前写的日记 说明他工作压力特别大 扛不住了 他精神有点分裂 才自杀 所以等于李昌玉 用自己丰富的经验 渊博的学识 这二百多页调查报告 说服了所有人 把克林顿给摘出来 你是清白的 但假如说这个事 不用说说是 最后就说 冤枉克林顿是凶手 就不清不白的 把案子撂着 克林顿都受不了 那天天嚼舌头得有多少 而且克林顿支持率 可能会急切下降 没准受不了这压力 克林顿中间有什么意外的 那可能美国历史就改写了 民主党共和党当时的对异博弈状况 可能就改写了 有可能后边什么布什 奥巴马都上不来了 这都说不准的 所以你说李昌玉这份报告 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这不为过 那经过这个事 在那知道克林顿那得对 李昌玉千人万谢 谢谢你还我个清白 没你我就完了 可是没过几年 这克林顿又恨上李昌玉 为什么呢 李昌玉的调查结果 解除了克林顿的嫌疑 让他稳坐总统之位 但是克林顿没有想到的是 几年之后 还是这个华人神态 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这李昌玉算跟克林顿干上 接下来又有一桩案子 找到李昌玉 什么案子 这事是1998年 我估计咱们不少观众朋友 会知道这事 咱们克林顿和莱文斯基 有染这个事 我们知道一开始 克林顿不承认 我跟这白宫十一生 我们俩没男女关系 死咬着不承认 后来克林顿突然间 180度大爪卦 认错道歉 我不该撒谎 他为什么转过弯了 还是因为李昌玉 这咱得从1998年 克林顿出事之后说起 1998年这么一天 李昌玉早晨起来 拉着窗帘一看 自己住的楼下 飞机大炮 长枪短炮 我指什么 摄像器材 加油 一帮记者等着他睡醒 干嘛 采访他 李昌玉就乐了 你采访我干嘛 这是李博士 你知道克林顿的事吗 我听说了 我说跟白宫实习生 这男女关系吗 怎么的 没调查 行说 您不神探吗 您给断断了 而且以前克林顿事 您给办公忙了 我估计这事 您肯定也没清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就乐了 这我没去调查 我怎么说 再说我调查 上次那是杀人案子 这男女作风的案子 我管不着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我说不了 说不了 把记者打不走了 前脚打不走了 接了个电话 哪来的 白宫电话 李博士 还得麻烦你 到黄尔顿来一趟 干嘛 我们这有个案子 什么案子 这是国家机密 先不能跟你说 什么弄得这么神秘 李长宇当时 都没往克林顿 这事上想 国家机密 这是怎么的 跟恐怖分子有关 跟军事有关 跟可戈部有关 他琢磨这些事 犹豫不定 他也得去 到了白宫 到那去 白宫电话说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克林顿和兰威斯基站 你得从他俩人身上找到 他俩是否通奸 是不是有这男女关系的事 因为这个事 直接关涉到 总统的诚信度 美国人是不肯放过的 你总统来搞男女关 你还不承认 那不行 你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还克林顿一个清白 李长宇说 那好 我遮守调查这个事 当时纽约时报 登了个面画 这漫画画得有意思 说李长宇拿放大镜 跪到地上 在地板上找东西 旁边克林顿坐到沙发上 紧张就要命 这漫画当然就说 李长宇一来 真相要大白 总统紧张 后来记者采访李长宇 李长宇说 你这画的什么 报纸不好干 第一 我没那么胖 我哪有那么胖 你给我画的 第二个 我调查证据说 我都蹲地上 哪有跪地上的 你跪地上地板 万一有脚刃什么的 不完了 都给毁了 李长宇这时候 还不忘向记者普及尝试 李长宇经过细腻的调查 欠仙人座 幸亏 他这个道歉的姿态 赢得了一些美国人亮点 美国人觉得 这也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 男女关系问题 关键美国人恨在哪呢 你有这事 你别撒谎 我们怎么能相信 一个撒谎的总统呢 林宋当年 就因为水门事件里 撒了谎了 才下台的 所以克林顿主动道歉 还行 弹劾他的票数 没有达到指标 克林顿算 保住了自己总统位置 执政到2001年 可是这个事 你琢磨琢磨 克林顿就恨李长宇